我們繼續重新出發 謎妹注意 偶像團體關伯都很喜歡吃的朱古力在這裡 有很多日本女生特意過來吃朱古力 疫情後一個人吃飯這麼普遍 一起來DIY醬魚燒 小時候線上小遊戲 怎樣去燒這個八爪魚丸就玩得多了 不知道成不成功呢 大阪之後下一站會想去哪裡呢 體驗過大都會的精彩 是不是應該體驗一下傳統的懷舊氣氛呢 沒錯 出發去京都 Kioto 我們來啦 Ki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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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逛日本商店街的人都知道 每條商店街看起來好像大同小異 其實就是各有特色的 現在我們要去的這條街特別在於 它本來是無水豪溝 所以現在還可以見到街道高低起伏的樣子 除此之外呢 主要的街道周邊呢 都有很多古宅改建圍的小店和餐廳 是一個新舊交錯的地方 日本知名歷史電影都有在這區取過境的 Local的大阪人會走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空筆商店街 在這條街裡面有很多的老店 有些賣菜的地方 它裡面有很多旅客經常會走的藥妝店 或者買的店 這個空筆商店街很特別的 它在裡面有很多你買菜的地方 剛才說過有超市的 但是其中呢 它還有一些新式的潮店 還有一些舊有的建築物 所以你在逛街的時候 你突然看到一些很舊啊 很懷舊的店 你突然之間又發掘到 一些小品牌商店 會買手信的人 就會知道在這條街 可以找到很多百年的老店 例如在賣昆布、堅魚、柴魚的地方 就像這間一樣 這間店已經超過了200年了 它是賣柴魚的 柴魚呢 就是平時我們吃的那些 章魚丸 上面那些 動一下動一下那些就是的了 它裡面種類也很多 嘩 這間就是有200年歷史的老店 我真的沒見過 有這麼多款的柴魚碎 我平時在香港 就是看到這隻 粉紅色的柴魚碎 其實本身這隻 是比較味道淡一點的 你說你追求濃味一點 有第二款的 第二款就是 認住它的名字 就寫著中田 中田 其實是指它的魚是不一樣的 使用的魚是不一樣的 因為本身條魚的油脂成分 就比較多 所以它煮出來的湯味 都會濃一點 就適合 例如你想煮烏冬 當宵夜 或者你說要煮公仔麵 我不要清湯 換了這個堅魚湯 立即是五星級的享受 這款機器是舊式的 怎樣去削柴魚 新式的就用到這個 嘩 一看就知道好像很專業 打開它 就在這裡削出來 會吃的人 一定會知道 一定要來這些 很地道的地方去賣柴魚 才會有那種日本的精髓在裡面 柴魚片店是不是很有古種味呢 空佛商店街 處處都飄散著年代 來到空佛商店街 還有一個必參觀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長屋 引伸在韓州裡面的長屋 日本政府將它們列為保護的文化資產 而且針對這些有歷史的建築 由拆解到搬遷 日本政府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即行改造計劃以延續古宅的文化 這座鏈就是空佛商店街 改建建築裡面最大的一座 長屋改造計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舊的建築物 改建成一些art gallery 一些商業區 讓大家過來逛逛這條街的時候 可以感受一下 舊的建築物可以買東西 購物一下 就好像這邊 這裡就是他們的長屋 還是日本的登陸有形文化財 這個意思跟香港的保護文物的意思差不多 所以在他們眼中 這些舊有建築物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去活化它 一走進來這個長屋 這邊是吃什麼呢 這邊是吃朱古力 它是一間朱古力的專門店 有很多日本女生 特意來這裡吃朱古力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留意到日本的偶像團體 你關白的話 他們都很喜歡吃這個朱古力的 這個大阪知名的朱古力品牌 擁有多間的分店 但是呢 只有這間座落在古渣裡面 裝修自然別有風情 這間呢 店舖有多款的特色朱古力甜品 吸引很多朱古力迷無名而來 雪櫃裡面不同種類的朱古力 銷售第一的呢 就是關白在節目裡面 推薦過的天然鹽牛奶朱古力 在牛奶朱古力裡面 加入濕戶產的天然鹽 當然要買一盒 當手信帶回香港啦 其實長屋的意思呢 就是以前呢 鄰居住在一起的地方 那它長屋呢 譬如說是這裡 就會住一戶人家 在另一邊呢 又會住另外一戶的人家 那中間呢 就會用一些木板隔開它 他們呢 全部人就會住在這一區 就好像看卡通片一樣 住得那麼近 聽到媽媽罵兒子的話 你在家裡的話 就聽到鄰居 然後就吵架 那邊陳詩啦 吵架啊 那邊陳小明遲到啊 沒有學校沒有做功課啊 不過現在呢就活化了 我剛才走過那邊有間咖啡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邊又有另一間餐廳 它會在那一頭呢 就會有另一間的手作仔 有時候呢 我覺得這些的改造計劃呢 真是很有意思的 簡直就是兩全其名 又可以保育到它 又可以活化到它 有空呢 走走這些行仔 突然找到一些新奇藝 看看的話 你又會對大阪有另一種的感覺 是否跟平時在日本行的商店街 好不一樣呢 走完街又到了祭五藏廟的時候了 到大阪旅遊必食的美食當中 我已經吃過好吃的大阪燒了 不過還有一樣的名物是未吃到的 嗯 是不是猜到呢 沒錯啦 它就是大阪的章魚燒了 這一次呢 我帶大家來這間的章魚燒店 很有趣的喔 因為呢 它享用的方式是非常之特別的 通常大家想起 如果想吃八爪魚丸的話呢 是不是都是別人幫你燒好 然後一盒盒地買呢 不過這裡呢 就可以自己DIY做八爪魚丸了 加上疫情的關係 可能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都想和一些適應 少點接觸的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呢 都令到DIY八爪魚丸呢 又再掀起了業潮啦 我平時小時候呢 線上小遊戲呢 怎樣去燒這個八爪魚丸呢 就玩得多了 所以呢 今天呢就要自己做 不知道成不成功呢 等一下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有些甚麼材料先 我們分別就是有 八爪魚丸 我們有蔥 我們有八爪魚丸漿 前面有些天婦羅碎碎薑 還有有手套的 那當然要戴上手套先啦 因為衛生的問題嘛 好 他說一開始呢 就要呢 把這個的八爪魚呢 就放在洞裡面 那呢 一個洞裡面呢 就放一粒 我的確是有點貪心的 偷偷地放了兩塊八爪魚在裡面 不過是我自己吃的嘛 無所謂啦 放完八爪魚之後呢 接著就要下蔥了 因為安全的考慮呢 店員會幫忙開火 和把麵糊倒進去 多年都可以自己要求去完成 一開始呢 就以大火加熱 大概等四至五分鐘之後 就可以反轉它了 中途呢 就可以加入天婦羅花 和紅薑去帶出不同的口感 食量都可以依照個人的口味去調整 就好像不喜歡辣的話呢 就可以放少些紅薑 怎麼可以看它差不多可以呢 就是看到它差不多乾身 可以收水的時候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了 自己煮東西吃這樣 去下手下腳做 待會吃的時候 好像會覺得比較滿足 因為自己做的嘛 人生之中第一粒 自己做的八爪魚丸 成不成功呢 第一粒也挺漂亮的 在底部推一推上去 然後呢 用一個脆的面子 然後就反轉它 自己做的呢 真的很好吃的 看它的粒八爪魚丸多大粒 它們不是用一些冷藏的八爪魚丸粒 它們用新鮮的八爪魚丸的 不過整體來說呢 我給自己 一百 一十分 滿分 我在日本學會的第一道料理 就是做八爪魚丸 不知道我老公是否欣賞呢 他可能會覺得我做得太醜 不過不要緊 做給你吃的是金絲 不是很好吃 好 剛剛體驗了怎樣做八爪魚丸DIY之後 原來自己下手下腳做是這麼好玩的 還令我想起以前在線上玩的 煮食遊戲 而說到玩遊戲 日本就是一個遊戲的大國 不單止是電視遊戲機 周年遊樂場都好蓬佩 好像在大阪有一個新的商場 就是一座好好玩的遊樂場 整個是以日本綜藝節目遊戲為主題 而設計的 有體能競技類型 或者是結合了影音效果 無論是大人小朋友都好受歡迎 好 嘩 這裡真的有很多遊戲玩的 還可以在這個巨型屏幕上 看你想玩甚麼 看看 例如想玩這個保齡球 還可以縮小放大 看看它怎樣玩 你看 這麼多東西玩 當然選一些激 這裡一共有接近40款的遊戲可以選 有些需要兩個人去玩 例如這個功夫對決 要兩個人的默契 也有考驗體能的遊戲 一個人玩都可以 不過不要小看它 它好像很簡單 跳上跳下就行 真是很浪費力 我本身以為 應該不是那麼難 誰知道原來 矮那個是完全過不了 而且一跳過 然後碰到地上 它又翻山上去 所以基本上你是站不穩的 運動完之後 真的好需要好好地浸浴 甚麼皮膚都沒有了 就可以繼續出發去下一站 說到吃甜品 女生一定有兩個位 其中一個位 就是拿來裝甜品 在大阪這邊 有一間CP值超高的甜品店 因為他們的師傅 在日本最大羊果指展裏 拿過獎 而且你可以用一個很貼地的價錢 吃到他們的蛋糕 怎樣為CP值超高呢 就是它一個特別的時間 由5點到7點 你只需要不用50元的港幣 就可以吃到一個蛋糕 加一杯夜飲 如果你還覺得心細心細 想多吃一塊蛋糕 只要加20元 你就可以吃到兩個蛋糕 加一杯夜飲 是不是馬上很想飛過來大阪吃呢 我選的這款 就是Rasperry Blueberry Cheesecake 很漂亮 我未見過一塊蛋糕 做到它可以看到自己的樣子 在上面 超厲害的功夫 做蛋糕 這塊蛋糕裡面是有流心的 裡面是吃到的 藍莓和紅莓醬裡面 其實這塊蛋糕在這間店 這塊蛋糕是人氣第一 這塊蛋糕絕對不甜 又不覺得它會很膩 和小小的 我不會想和人分享這塊蛋糕 想自己一個人吃光 為了令你們繼續回來 光顧這間甜品店 他們是有季節日式的蛋糕款 像是這個 因為五月至九月 是日本盛產白桃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白桃撻 不得了 整顆桃 在我的口裡爆了蜜桃汁的水分 其實平時去日本的超市 買過MOMO的蜜桃已經很貴 但這個蛋糕是用心做出來的 而且它還有蛋糕、蜜桃、撻 價錢又非常貼地 難怪他們在日本最大的羊果紙線裡獲獎 大阪的下一站 我們來到京都 這個來大阪不遠的城市 但就有著載延不同的氣氛 擁有著古典味和日式懷舊風情 尤其是京都擁有各式各樣的神社、寺院 每一間都富有濃濃的故事色彩和魅力 所以京都的第一站 我就選擇了最經典的世界文化遺產 三年之前進行整修 2020年才完成修復 今次再訪京都 一定要過來目睹它的風采 如果大家來到京都 又怎可以不來最喜歡的清水寺呢? 你看看 很久沒有來 首先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一條街 以前來京都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難拍照 一拍照就覺得要披圖 但現在整條街是你拍照後 不需要披圖 因為真的沒有人 今天天氣又很好 加上夏天你才會聽到有咸聲 很有夏日的感覺 記得我上一次是2015年的時候 然後來京都清水寺 這裡 現在走進去 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在去年才剛剛維修好 所以今年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全新的面貌 通過了本堂之後 接下來就會看到地主神社 這個地主神社 如果大家想求良緣的話 就是一個good place to visit 就一定要來這裡求良緣 話說是怎樣求良緣的呢 就是裡面是一個戀外占卜石 兩塊石頭之間距離大概十米 然後你就要閉上眼 如果你可以成功地 從一塊石頭到另一塊石頭走過去 你就會找到良緣 看看上到這個位置去拍清水寺 以前觀景台這個位置 一定是擠滿人的 但現在是一個人都沒有 但今天走進去本堂 即是本店清水寺 都比較多人祈福 都是好事的 大家都想出來逛逛 即是疫情期間可能在家裡 留得比較久 連我在酒店留得比較久 都想出來逛逛 不要說是本地人 由上面的本店走到下來 到達了這個陰雨瀑布 話說這個陰雨瀑布 是日本的十大名水之一 它長期非常清澈 而且不會斷 來這裡祈福擠什麼呢 就是祈祥長壽 或者是健康 或者是智慧 因為你一次不能貪心 只可以祈求一個祝福 我覺得這次來到京都的清水寺 和我幾年未來這裡是不一樣的 因為以前來我真的打算拍張照片 打卡很漂亮地上社交媒體就算了 但不知為何這次過來天氣又很好 加上我剛剛休養了幾天出來 來到這麼平靜的地方 感覺是有一點很觸感的 很奇妙的感覺 清水寺在去年他們剛剛維修好 代表他們要重新出發迎接更好的未來 離開了清水寺走到這邊 這條斜路大家可以找到很多 充滿京都風的產物可以買 我覺得整條街和以前很多旅客 真的差很遠 以前這條街是逼逼逼逼逼逼 強逼的 即是你逼我我逼你 但現在看這條路很寬敞 沒有人跟你逼逼 沒有了旅客 跟以前真的差很遠 沿途都是充滿京都風味的特色店家 文具雜貨和果子 還有很多賣新伯橋的店 仍然都是營業當中 來過京都的朋友 應該對新伯橋不陌生了 這個就是京都出名的特產之一 三角形的外觀 外皮就像麻糬一樣 裡面包著各種口味的餡 再走前一點去到三年版接清水版的轉角 有一間相當有歷史的調味料露店 很多人都會在這裏買手信 走到這邊有一間店 這個店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間賣七味粉 這間為何要買呢 因為超過了350年的歷史 而且包裝很漂亮 我來送人是一流的 例如你看它有綠色的生蕉味 有藍味 有原味 七味粉 大概一罐是1080日圓 回到港幣就差不多60元左右 如果你想再漂亮一點的話 你買回去 不只是買一罐小罐裝 你可以連同這個調味料罐 這一罐連同價錢 就是2,019日圓 你可以買陶器 再加七味粉 15g 這樣買回去送人 得體 除了罐裝七味粉 老闆還熱情要我試喝七味粉 我沒想過原來都挺好喝的 湯包很適合拿來煮麵 一直走過來 雖然觀光的人潮比疫情之前少了很多 但店鋪仍然很有活力 期待這裏變回以前熱鬧的時候 亦希望大家參觀清水寺的時候 可以好好珍惜和外援這座 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令它千年前的美好 都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下一集我們繼續重新出發 京都都有新地標 一起朝聖集結潮流酒店 和日本國內外潮牌的地方 現在的酒店這麼狂? 房間裡竟然有小型的選貨店 貨物還可以隨便用? 不過是八百萬神的國度 日本竟然有令人變美 令藝人變出名的神明? 好 現在就轉天 齊重新出發 想便走便發現 隨行原事計劃 身邊正是你 發攝好最真一竿 就任我經歷任我創 任我最確信的啟發 這種事 既然你不投降 沒想過